經過中華聚棒831的洋將大線 中華聚棒四支球隊 也確定了最後的洋將名單 有趣的是 列強的三個洋將名額 都選擇投手 目前佔據下半季龍頭的一打犀鳥 是四支球隊當中 最早確立洋將名單的 在8月13號開出坎諾之後 就確定了三名洋將 分別是中止史上最大咖的賈西亞 克拉蒂以及路易士 其中賈西亞和克拉蒂表現不錯 引用式路易士平均的防禦率超過了7 能不能頂替羅家仁出征 仁川亞運的終結者位置 仍然抱持著觀望的態度 據中信兄弟前陣子 剛剛被擠下領先位置 包括內野手奈克和中階者 小火車湯瑪士都遭到割愛 將要寇迪 湯尼 以及桑切絲攜手奮戰 寇迪目前初賽8場表現穩定 防禦率在3以下 桑切絲兩場先發表現不是太好 預計要轉任中階者 填補小火車的位置 據湯尼這名洋將 完清爆米花的球迷肯定不陌生 他就是重躍捲印的雷蒙 會找來這位爆米花洋將 一個關鍵原因是鄭凱文將要去打亞運 不過湯尼在重躍大多是擔任中繼後援 改任先發能不能適應值的觀察 勞米花團員部分 雖然陳俊秀和郭彥文入選了亞運國手 不過陣中強打雲擊 讓球團很放心地把楊將名額 統統佈陣在投手 留下來的包括終極者 米基亞 泰霸以及麥囊 捨棄的瑞 孟雷特 以及還沒有投過一軍的好色 將近40歲的瑞大叔 在2010年就來台灣打球 今年回國也是球隊的上半季奪冠的功臣 不過目前他的手和腿都有傷 加上年紀比較大 體力下滑的比較快 球團最後忍痛註銷 最後關心同醫師 留下三名羊頭 瑪蒂斯 碧爾以及李維斯 這任團計畫讓三人都擔任先發 要有本土投手扛起牛棚的重責大任 而在最後關頭球團決定解約費古洛 選擇原本效率重躍的李維斯 其實費古洛 八勝七敗 防御率3.39並不差 選擇李維斯主要看中他有球速 變化球也具有一定的威力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觀察 他在爆米花的表現 對這位新成員是充滿期待 據四支球隊最後決定的洋將名單 能不能達到球團的期待 扮演衝刺戰績的關鍵人物 還是會讓所有的球迷獨一新光 請持續鎖定未來電視網的轉播服務 來提訊消息商 黃華軍 綜合報導 非常重要的事